如果您正在准备美国公民入籍考试,这个视频就是为您准备的。 嗨,我是华人英语教练Sandy,今天我会和您分享一下公民面谈的一些注意事项。 去面谈前,服装和发型,建议干净整洁正式来表示你对面谈观的尊重。 提前准备两张纸巾在口袋里,以防面谈时流鼻涕或者打喷嚏。 准备好面谈所需要的资料,根据面谈性的要求逐一核对。 另外最好带上一些其他重要文件有备物换,比如ID、驾照、绿卡、公卡、护照、结婚证、离婚证、近三年的报税单、买房合同、设案卡。 带一支笔蓝色或黑色,带上你的N400问答表格,100题还有读写题。 在等待的时候,你仍然有时间可以把自己经常说错或者忘记的题目再练习一下。 建议平时练习时,把这些问题用荧光笔标出来。 如果你的N400表格在递交之后出现了一些变化,你需要打印出来带上。 面谈当天,建议有人陪同你,这样你就不用考虑停车或者其他意外事情。 前一天晚上,保证充足的睡眠,提前45分钟到达,以便找停车位。 这样你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,喝水去洗手间。 在等待时,把手机调至静音或关机。 到达以后,那里的工作人员会问你一些关于冠状病毒的问题,回答No。 然后通过安检,到达厅窗口,对方会问你为什么来这里。 你回答,I have a citizenship interview。 他会要你的面谈信,appointment letter和绿卡,green card。 然后取你左手实质的指纹,给你拍照片,让你在等候去等待。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洗手间,继续复习你的面谈内容。 大概10到15分钟,有面谈官会出来叫你。 当面谈官叫你的名字时,礼貌地起立回答Yes, I am。 记得,这个时候你的面谈已经开始了。 对方开始问候你,以及问你今天怎么来的和谁来的,天气情况等问题,带你去面谈房间。 进入房间,不要直接坐下,等待面谈官让你入座。 也不要把自己随身带的包放在面谈桌上。 请按照面谈官的指示放置。 然后面谈官会让你举起右手发誓,你说的都是真实的。 如果面谈过程当中出现打喷嚏、咳嗽等情况,请给面谈官说Excuse me,然后继续。 在面谈过程中,有听不懂的问题,你可以对他说I'm sorry, officer, I didn't hear it, could you please say it again? 或者Excuse me, officer, I didn't hear it,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? 你能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吗? 当面谈官问到的问题,你确实不知道答案时,你可以说Sorry, I'm not sure about this question,或者Sorry, I don't know。 面谈结束的时候,对面谈官说Thank you。 公民面试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,感到紧张是非常正常的。 记得做深呼吸,这可以帮助你缓解紧张情绪。 如果你需要这个视频的PDF文件或者英语方面的支持,可以添加我的微信XIUMIN8828,祝你好运,Good luck。